同学们好 咱们借着上一节课的内容继续去写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把这个便利出来是吧 但是我们看一下 大家发现没有 它是不是显得很没有层次感 对不对 你看服装下面就是西服 但是我怎么知道它是哪个是一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代码要完善一下 比如说这里 我要加一个file 字段 然后 然后给它一个排序 就是我要通过排序去把它显示出更有层次感 然后这里写一个 比如说查询所有的 叫新 是吧 然后 一个逗号 一个逗号 再来一个 ed 这里我要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 它的路径是吧 就这个 我们看一下 就这个路径啊 然后用逗号把它拧接起来 拧出来这个 MySQL里面有个函数叫 C-O-N-C-A-T 拧接函数啊 把它拿起来 然后给它取过别名 叫P-A-T-H-S 然后通过这个 这个 得到结果啊 得到结果去排序 去排序以后 排序是order是吧 这是每身口一种写法啊 好 得到结果呢 是 我再把它并认定出来 我再把它并定出来 叫File A-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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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E-H-E-H... 就是说排序论就是说这个一级你看这个 排序完以后他这个吸附就在这个服装下面啊 然后如果他有三级的话就在这个吸附下面 好 然后 到了带特里面的一个 到了k是吧他的键 里面有一个 内蒙 比如说第四循环他是 你看第四我们先把这个打印出来啊 下结果 把它屏灭掉 点击一下 嗯有问题是吧 c o on c a t 是不是写错了 这少个逗号啊 找个逗号 好看一下 你看 这样的话他就能把这个顺序给排出来啊 然后你看 0122啊 通过这个方式 然后 并里以后他的 界里面是0是吧 你看 一次是0 第2次是1 然后里面的名字 把名字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呢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等于一个重新 我重新给这名字命个名啊 就把这名字改变一下 怎么命呢 我记得这个 php有个函数 啊 叫st啊 然后有一个 z e p 1 t 是吧 这函数是干嘛呢 就是说 他可以重新去 呃 根据一个数字啊 比如说这个数字是3 那么我这里加一个 3个杠 他会把这3个杠 给循环 变离3次啊 比如说3次的话就是 1239个了 对吧 这里的话我用 比如说这里弄一个 斜杠 然后123 再来一个123 这样啊 然后 让他循环几次 根据这个 那五啊 根据这个 内五的值 比如说这个 LV里面的 内五 是吧 如果一次的话就 就循环3次啊 这样的话我们重新打印看一下啊 是吧 后面我再跟一个点 把他名字跟上啊 就这个名字跟上 呃直接就是到了位 是吧 就直接直接这样就行啊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大家发现没有 如果我这个等级是1的话 前面给 这里就给我加一个 这个如果是2的话就给我加两个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在前台逼你的时候看一下 刷新一下 看到我刷新一下啊 你看 发现没有啊 他就在我下面进行排序了 比如说现在 呃 呃这里改一下啊 这里改成 把它去掉 啊 因为他摸成这个 你看 然后这里写一个 呃 $VL 是吧 里面的 NOW 然后这里是极是吧 极 分类 是吧 然后给一个空格 然后给一个空格 好看一下 你看对吧 如果是说现在我们看啊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分类叫 呃 添加一个分类叫 3是吧 它是这个 属于 属于这个 呃 西服 我这里先写一个 这写一个 斜啊 是吧 斜是吧 然后这里是 它的 因为它是顶级分类 它是零 这里的话就是零 是吧 路径也是 零三 是吧 这样 等级是一级 再来一个 这里写4 斜的是 皮鞋 是吧 皮 鞋 这里是零 这里不是零啊 这里是 这里是三 皮鞋是三 因为它是斜下面的是吧 然后这里应该是 零下面的 三下面的 是是吧 这里是二级 好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分类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 服装下面有西服 斜下面有皮鞋啊 这样我就是不是 你看一级分类二级分类 这种是不是就很清晰了 是吧 然后 然后前台这点啊 现在这点就提交了 你看我这写个货目表单 这里提交到哪里去了 比如说 提交到 我这里写个方法啊 这里写个方法叫 Public 然后分类里面有个 go的是 下面有个type 下面有个id方法啊 这是用来添加我们写下注释啊 添加分类 分类 到数据库 是吧 是吧 这里的话就是 比如说这里叫这个是吧 我们只需要拿过来 一个帽号大优风法 啊 这里写法跟这个3.2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好 这里我们接受以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用post的反映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 写一个 嗯 裤子是吧 它的是服装里面的 提交 你看提交过来是吧 这里名字改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是内蒙 内蒙应该这个应该是pid是吧 它的它的 它的付id pid 然后这里是 嗯 这里是内蒙 是吧 刷新一下 啊 裤子 好 然后服装 你看 拿过来以后 我们这里进行接收 是吧 比如说这个道路下滑线 这道路底里面的内蒙 等于一个道路下滑线post 提交过来的内蒙是吧 还有它的pid 道路底里面的 呃 它提交的pid是吧 等于道路下滑线post里面的 pid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 这个路径啊 这pith这个路径 它一次通过这个前面这个路径啊 先获取这个前面这个路径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id 来组装成的 是吧 所以呢 这里我们要去通过这个pid 比如说 到了 呃 神电话数据库啊 等于一个 固者是下面typ 是吧 先查询一下 比如说查询一个fand 是吧 然后把这个doll 里面的id 传过去 传过去以后接受一下 比如说这个 呃 它的id 等于 呃 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 这里我们查询一个字段啊 就是不要一次性查那么多 不要把所有都查出来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什么呢 只需要它一个路径是吧 通过路径得到了啊 这里改 pith 好得到路径以后我们组装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道路径 呃 等于一个 呃 pith里面的 的 path 实际上是吧 然后 逗号临近一下 用完组装吗 你看 我们组装的是不是就这个 你看 后面再加一个 得到这个以后 再把这个id 加过去 是吧 咱们就是 呃 pid啊 获取它的复杰id pid 是吧 获取 复杰id以后 是不是要获取什么 获取复杰id以后 我看一下啊 这个获取路径以后 获取路径以后 就不需要获取复杰id了啊 获取 获取 因为他的这个 负 付id就不含自己了是吧 啊 所以也就不需要pid了啊 好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去掉 然后 就把这插入到数据库吧啊 到了m 就用一个id方法是吧 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啊 就是他这个等级 等级怎么去区分 大家仔细研究一下 你看 这里是不是一级有一个斗号 二级有两个斗号 对不对 两一级一个斗号 二级两个斗号 那么我们仔细要计算这个斗号数 就能获取他的这个等级信息 你看啊 然后我这里 到了data里面的 内部 等于一个 自伏传里面 这个phb的函数 自伏传处理函数 去统计 里面的斗号 有几个 有一个函数 叫 我看一下sub st 下面有一个 content 是吧 到了data 里面的 统计这个路径 统计这个路径 斗号 一六号去统计 如果他有一个的话就是一个 有两个的话就是两个是吧 但是这里的话 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呃 我们先加一下好吧 先把它插入到数据库里面去看一下 F如果 这里接返回值 这个啊 如果他成功的话 就 就echo一个 echo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srept 里面有一个 再来一个 弹出一个直接弹出一个 添加 添加成功 成功 是吧 然后 呃 返回到 返回跳转啊 返回跳转啊 写个跳转 虽然说深刻ph phpdb有这个跳转 但是我感觉那不太好用啊 就属于我这里直接写个 结实的 点 hr1f是吧 然后跳回到哪里去 跳回到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啊 这个去 是吧 这个啊 跳回到这个去 好 你别答应哈 好 分号结束 再拷贝一份 否则的话 就添加失败是吧 好 好 我们添加一次看一下 选择一级分类是吧 然后 输入一个 呃 男士西服 男士西服的话 因为有女士西服跟男士西服是吧 那么应该是在西服里面是吧 好 提交一下 嗯 ad有错误 未定义是吧 我们看一下 我ad 哪里有未定义的ad 第38行 是吧 这里有一个 他说这个ad未定义 pid是吧 重新加载一次 添加成功 好添加成功以后 这里是返回是不错了 返回的话 应该返回这个啊 改一下 好 我看一下数据库啊 男士西服他好像没有把自己给你看 你看顶级分类下面的服装下面的西服下面的但是好像少了个什么 是不是把这个 他自己给少了你看因为因为他应该是第几个应该是这个西服下面男士西服是吧但是他跟这个 西服平级了是吧他应该是三级的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ad加进来所以我们这里还要改一下 改什么就是说 他插入以后我们要 修改一次比如说这个 修改一次这个 save是吧 修改什么呢比如说我插入以后我可以获取他的插入的返回的最后一个ID 就是他最后的路径叫到了Data里面的PTH是吧或者说 呃 改一个啊 PTH啊 等于一个 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 到了 呃 Data里面的 是吧 PTH后面点更一个 或许 深刻PHP里面 或许这个插入他最后的返回值 是这个 RE他会返回什么 啊 这个这个会返回 返回 插入的 返回插入的什么 的ID啊 比如说我插入一条数据以后他会把这个对应的这个 自帧ID给我返回回来啊 所以我们这里只需要跟这个RE 啊这里应该是要有一个逗号是吧 逗号比如说这个 好 分号结束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再把这个就是他超成功以后再改一次是吧 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什么问题了 比如说如果我传过来是空的怎么办 所以我们这里要判断一下啊 如果到了Date里面的 Name 等于空 是吧 并且 并且什么呢 如果他不等于0 你看他因为是默认值是吧 一定是有默认值的是0的啊 所以到了Date里面的pid 如果不等于0的话 如果等于0的话 是吧 嗯这个先不用写啊 如果他等于空 不等于空 不等于空 是吧 他是这个 拿过来 就是防止他他为空啊 否则的话 就拿过来 就 听家失败 内容 是吧 不能 为空 是吧 好 我们来插入一边看一下 听家一个 比如说西服 是吧 这女士西服 西服 听家一次 没有数据更新 在34行 没有任何条件更新 他说这里没有条件更新是吧 这是我已经给了 是吧 这里少一个 到了 阿姨是吧 阿姨是 我已经给条件了 是吧 是不是少了一个 这个ad是吧 叫path里面的ad 等于一个 是吧 因为他返回的 你看我如果要修改 就是他超进去以后我要修改 就是刚好他返回这个ad啊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什么都不填 看一下啊 嗯 什么不填也有问题是吧 如果他为空的话 应该是如果他等于空 如果他不为空的话 否则 好 好 我们重新来一次 女 是 西服是吧 然后 选择这个 已经添加了是吧 这是 同装 比如说同装 同装 然后这里是 服装下面的是吧 添加一次 添加成功 好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同装 同装是服装下面的是吧 你看 他是不是把这个7去给加加进来了 但是他这里数字好像没改是吧 所以我们这里 还得还得再改啊 你看因为他的这个你看两个都好 为什么这里没改了 对吧 所以这里要拿过来 他这里要加一个 或者我们这里 你直接给他再加加一级吧 比如说 加一个 嗯 比如说这里加一个给他加一个pid 啊 比如点 反正只要再加一个逗号就行啊 因为因为在下面的时候他这个是会被更改的 你看啊 都会被更改的 所以这里加什么都无所谓啊 加个逗号 点pid啊 好 这的话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啊 写一个 青少年装 潮流是吧 流款 然后服装 是吧 提交 好 看一眼 你看潮流款 嗯 这样也不对是吧 虽然是有了 但是 好像多了 所以我们在后面还得改一次 就在这一段还得再改一次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去掉 嗯 path里面的这个live 等于一个 拿过来 是吧 然后加上这个 两个号 过去的这个 兜号 连接符 这id是吧 返回的ad b 好 再添加一次 青少年是吧 少年 再试一次 嗯 他这里有问题是吧 计算有误 这里写错了啊 不是这样写的啊 这里是等级 他计算的应该是这个 好 重新加载一次 那写错了啊 这里刚才把它给干掉了是吧 好 好重新加载一次 天下成功 天下成功的话我们的数据库看一下 为什么还是有多个1呢 我们看一下啊为什么还是多个1呢 019 就计算一下次数是吧 哦这里这里我没有干掉是吧 这个不要啊 好 看一下这里是 从海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是鞋啊 皮鞋 凉鞋 啊 鞋 提交一次 好数据库里面看一下 刷新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 好现在这就算成功了 成功以后了 咱们再把这个代码稍微再完完完善一下啊 为什么要完善了 比如说我现在顶级分类是吧 如果我顶级顶级分类啊 如果天下是顶级分类怎么办 比如比如说我们天下一个顶级分类 随便打一个 呃裙子是吧 你看天下顶级分类 提交一下是不是有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进行一下判断啊 比如说如果他不等于空并且 到了这层里面的pid 啊 他的pid 不等于0的话 啊代表他不是顶级分类是吧走这里 否则如果 到了代表里面的nam 他 不等于空 是吧 并且 到了代表里面的 pid 等于0 的话走这一步 再一个否则 是吧 把它拿给我来 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啊拷贝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改一下啊 这个把它提出来 这个就不需要啊 比如说这里提一个公用的 好 如果他等于0的话 那么直接把它等级等于0的话是什么 是不是一级啊 咱们这个没必要改这个结束了啊 你看 就是一级了 然后 其他的话 嗯 其他的话应该不用变啊 就这个一级这里要变 如果是一级的话他就没必要查这个路径了是吧 比如说这个 他的pid 他的复节 这个路径就应该是他的这个 他自己的id 比如说这个 这里就改成 呃 改一个 就随便写一个吧 啊 运到下面都会改的 pid 他等于是1 插入进去以后再获取这个id 再组装进修改啊 好 这我们填一个 一级看一下顶级啊 比如说这个 呃 汽车 是吧 装饰 好 天下顶级 天下一下 天下成功 数据库里面看一下 刷新 你看零死一是不是 这是不是就成功了 比如其实装饰车下面有一个测垫 是吧 好 提交 数据库里面看一下 你看 这样是不是就就完成这个无限分类了啊 好 那这就咱们就先到这里啊 下一步咱们把这个 删除 还有这个便利 再把它完善一下啊 好 同学们下去把这个 无限分类这一块好好研究一下啊 好 那这几个先到这里啊 好 按摩